啊你們在挑什麼 挑那個有爛掉的 就是被醫學打壞的 淚掉的 沒減一粒 農民的心中就滴了一滴血 打開套袋 整串葡萄 有部分是整粒乾扁 很像是葡萄乾一樣 今年新一鄉第一季採收的葡萄 真是多災多難 六月的豪雨 再加上七月的烈日曝曬 在水火加工之下 新一鄉第一季葡萄產量比起往年 減少了三分之一 今年我們碰到這種雨水 那麼集中 極端的天氣 讓我們的葡萄的根部的發育 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在我們的葡萄的那個 病蟲害的部分 病的 特別是病的部分 更嚴重 葡萄農表示 因為受到氣候的影響 葡萄成熟的顏色普遍不理想 價錢好的紫黑色葡萄 反而深層的少 同樣的成本 兩種顏色的葡萄價差 就要十倍以上 青葡萄每公斤賣價最低喊到五元 紫黑色葡萄還可以維持到 每公斤八十至一百元左右 狀況真的比去年差很多 這個差不多要一百多 這個成本他的賣出去的價就 賣出去的價錢就是五塊 五塊而已 對啊 所以顏色青根子價錢就差了 就差很多啊 雖然說 五十倍 雖然說成本下的一樣 但是他們的價格就不一樣 農民表示第一季葡萄 陸陸續續採收到八月底 產量尚可應付市場需求 他們目前只希望老天保佑 希望天氣會恢復 應該有的正常狀況 同時祈求大雨不要再來擾亂 這樣才能確保在九月開始的 第二季葡萄收成 可以恢復到往年正常的水準 記者No 南投信義採訪報導